今早政府宣布了科學科技員的主席 任命了一位茶先生做新的主席 代替今個月月尾會任期到的羅范昭勳女士 我是民主黨的資訊政策和科技發言人 雖然我比較少用這個身份講話 但科技員在這方面是我的發言 所以有些記者也問到這方面 所以我有以下幾點的看法 第一其實今次的任命或者是免去羅范昭勳的職務 是相當政治性的 我相信林鄭月娥是在一連串的任命裡面 和免去一些任命的人去換去舊朝的人 包括很多人所說的所謂梁粉或者親梁振英 或者在梁振英時代所委任和他是比較接近的人 其實這個是進一步的一種舉動和措施來的 換句話說 我相信這個任命 政府的考慮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 很政治性的 既然羅范昭勳 從現在的政府 尤其是林鄭的眼中 是一個 梁粉和親梁振英的人 即使她做了四年 有人說為什麼不做那兩年 一般來說都是六年 當然這個世界沒有一定是四年六年的 不過我自己相信 記住 這是我個人的一連串的看法 很多任命的看法 包括 譬如有些委員會 譚慧珠 或者郭琳廣等等 其實都是一脈相承的 OK 第二 我怎麼看究竟羅范昭勳這幾年 在科學員 這個主席的 任內的工作 或者我也因為她是 免去這個職務 我也需要講一講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羅范昭勳 是這幾年很努力的 我不能否認 就是 我作為有跟她接觸 了解這個科技員的工作 而且她很努力 甚至這幾個月前 還是很努力 很努力 無論是邀請政黨去訪問 無論是 如何科學員 可以去配合 有關的政策等等 政府的政策 其實都很努力 去講那些大計 所謂 所以 如果你問我幾個月前 法蒙也沒有想過 她會覺得她不被委任 或者 我也沒有想過 她政府是不會委任她 為什麼呢 她很努力 很積極 你問我 有沒有公 我不敢說 但是勞一定有的 她真的很努力去做 當然 我也公道一點說 她任內也有些很嚴重的犯錯 例如 包括 她有些公司 她去寫信給別人 猛問別人 要披露一些資料 搞到別人 差不多要投訴去特首 要特首 確認會尊重這些 研究的學術 研究的自由 那麼 她確實是有過的 OK 我不敢說她有功 不過她起碼有龍 她很努力做 那麼 如果你問我 合起來 我就沒有特別說 覺得她應該要走 她一定要走 因為 從議員的角度 如果她是一個不合適的主席人選 我就會認為 喂 麻煩她走了 OK 但是你問我 我是忠誠的 我不覺得她特別 因為犯了嚴重錯誤 所以 她也應該走了 因為她確實是很努力做的 第三點 至於 如果有人問我 新的查先生是怎樣的看法 我也是 沒有什麼評論 因為 坦白說 大家接觸不多 也不覺得她特別在 科技 這方面的領域 有特別的 很積極的做事 我只能夠說 她現在是現任的董事 當然她一定是 有延續性 因為她知道現在在做什麼 我相信她 也會是 政府委任她 應該 她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我不會特別覺得 眼前一亮 覺得香港科技從此 有希望 令人振奮 絕對 我就不會這麼說 因為 不是特別 有這樣的感覺 OK 只不過是 平平淡淡 我覺得 這樣 不會特別的標青 等等 當然我也希望 查先生能夠 努力做 希望可以 將香港 這方面的工作 科技院的工作 做得更好 那麼 我簡單的評論 這三點 不是很複雜 我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坦白說 香港要找一些 不是上面 省市政協 全國人大 而又是 有 公職的人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OK 我也發覺 是這樣的 我為什麼說 這個任命 其實是很政治性的 任命 你問我來說 香港 如果一個新的政府 他可能覺得 他未必找到一個 大家會覺得 眼前一亮的人 但是 他就很希望 除去一些 以前 前朝 尤其是 跟梁振英 很接近 被視為 是 頭號糧粉的人 希望 令社會 覺得 香港有一個 重新的開始 就不要 活在 梁振英 嚴重的影響之下 就變成了 可能政府 有些事情 未必那麼暢順 或者是 令到市民 覺得 林鄭的政府 都在不同的政策領域 都受到 梁振英的制肘 我覺得 這是很政治性的任命 想希望 產生這種感覺 就是現在 找找查生 就算查生 沒有人認識 也不要緊 或者他甚至 也是其中一個 科技員的董事 也是 蜘蛙 總之 平平淡淡 但是 總之 就不是糧粉 就不會有 舊潮的 一些政治性的影響 甚至會不會 舊潮的 所謂 擔心的 我不知道 比如那些 叫什麼 億哪個人 研究的經費 背在哪個 甚至哪家公司 可以入到科技園 哪些人不行 還是 那些 陰影 我相信現在的政府 我相信 是 集中在這個角度 去 那當然 另外最近幾天 都有人傳 是不是跟那個 局長 楊局長 不合眼 所以 就是 羅范昭就要死了 就是要 除他眼中釘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楊局長 還沒有調整這個層次 是可以 讓羅范昭 離去的 我相信這個決定 一定是去到特首 就先我所說的政治的考慮 當然 可能楊局長也有 如果真的跟羅范昭 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當然他會跟老闆 就是林鄭 去說 不過我覺得 我不相信林鄭 就說 我很尊重 很緊張楊局長 我也不相信 這個是主因 楊局長 沒夠這個份量 可以讓羅范昭 離開 OK 對於是 能否有任何事情 會任何事情 可以讓羅范昭 去認識 羅范昭 會坦白 讓羅范昭 長 是 對於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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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對於 會說 它不是 互相常的 問題 尤其 要 法 法 法 or not to discuss with him in private but well I answer strict to your question that I in my view he is not a president to be respected he is not a president to have obeyed or adhered to the strict rules to the of the standing order rules and standing orders of the Lagical he twisted all the rules he made use of the all the possible discretion and to squeeze the speaking opportunity of the councils I've never seen this high-handed or hard-line so hard-liner approach of a president sorry to say that because so in my view he is not my president well maybe you decared my interest because I've been competing with him in the post of the president but I think he he is a widely go gone out of the mark and just take all the rules in his hands absolutely without respect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uncillor to have the right and opportunity to speak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electorate